这个视频我来给你讲一下电动机转动的原理 电动机是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一种设备 在生产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应用 那么电动机通电以后为什么会转动呢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咱已经知道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安培力的作用 电动机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工作的 只不过这里把导线做成了线圈 现在让线圈内的电流方向是这样的 磁盖线从N级直向S级 通过左手定则可以判断出AB受到的安培力向上 同样可以判断CD受到的安培力向下 这两安培力共同作用将使线圈顺时针转动 当线圈平面转到数值平面位置时 AB和CD所受到的安培力都通过了线圈转动的轴线 也就不会产生转动的效果了 这个位置就称为平衡位置 由于惯性线圈会继续旋转 但是一旦越过平衡位置 AB到了右侧 CD到了左侧 AB仍然受到向上的安培力 CD仍然受到向下的安培力 这样线圈将减速 等速度减到零 就会沿逆时针方向反向转动 并再次越过平衡位置 每次越过平衡位置之后 线圈的转动趋势就会改变 所以线圈将在平衡位置附近来回摆动 而由于摩擦等因素 线圈的动能逐渐损失 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小 最终线圈会静止在平衡位置 可见用这样的装置 是不能做成电动机的 那么怎样才能让线圈持续转动呢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 关键在于线圈转过平衡位置之后 咱得想办法让安培力反向 仍然与转动的趋势一致 也就是说 左边的安培力得一直向上 右边的安培力一直向下 这样才能持续转动 也就是线圈转过平衡位置之后 受理方向要改变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咱可以改变磁极的极性 或者改变电流的方向 相比较而言 改变电流的方向是比较容易的 咱只需在这个装置的基础上 加一个幻象器就行 幻象器由两个金属半圆环组成 这俩半圆环之间是彼此绝缘的 它们分别连在线圈导线的两端 金属半圆环再分别通过两个金属电刷 与外电路接通 电流方向跟刚才一样 还是这样的 利用左手定则 安培力也还是左边向上 右边向下 它是线圈顺时针转动 当转到平衡位置时 电刷跟两半圆环就没有接触了 线圈中也就没电流了 不再手力的作用 由于惯性 线圈会越过平衡位置转动 这样的话 电流依然是这个方向 安培力也依然是左边向上 右边向下 作用效果仍然是使线圈顺时针转动 所以直流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就是由磁机 幻象器 电刷 线圈 再四部分构成 就是利用安培力使线圈转动 关键是通过幻象器 及时改变线圈里的电流方向 以保持线圈的持续转动 这就是电动机转动的原理了 顺便补充一点 实际的电动机转速和电流大小 磁场强弱 线圈面积和线圈杂数都有关 电流越大 磁场越强 线圈面积越大 杂数越多 都会使电动机的转速越大 好了 关于电动机 我就讲这么多 你快去做做练习去吧 你快去做练习去吧